我覺得老師就是開發了我們很多不同聲音的潛力 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唱好歌 以前跟同學出去唱歌的時候 都覺得很羨慕 而且唱得很好的人 然後自己總是被高音或是聲音被喉嚨鎖住 上不去 原來自己的聲音也是可以上得去的 然後經過練習之後 就是聲音不會再說再光明 嗨,我叫范范 我就因緣際會下去上了蹦蹦music的一個講座 聽到了Rocky老師的那個演講 覺得十分精彩 所以就想來上這一個課程 不一樣的感覺 結果原本的音域可能只有這樣 就是老師用很多方式 就是你不會唱得到不了的地方 老師會用很多方式都會讓你 就還蠻有效的都達到 就是還很特別 很值得來親身體驗 會唷 就是不敢開口唱歌或者是害羞的人 就是來了之後你就可以 更認識自己的聲音 就會發現其實唱歌沒有這麼可怕 比較知道怎麼把歌唱出來 所以你要有學烏克莉莉 你說你有學烏克莉莉 那妳之前在把烏克莉莉的時候 會這樣子可以讓你演日後 都不,我講,只會複責的彈琴裡 現在可能比較會邊緣 看見你表演啦 對眼啦 我是婷姻 嗨 這個課就是很歡樂很舒壓 然後下班後在這裡大聲的吼叫 然後就是疏解一整天的鴨屁 然後開發自己的潛能 我以前就是唱歌很小聲很平 然後可能不會說難聽 可是就整首歌從頭到尾都長得一樣 然後現在就是有起承轉和情緒起伏吧 MING PAO CANADA